62个小时之后 这名被埋的 幸存者现在是已经被成功的 抢救出来了 埋在瓦砾堆中整整62个小时 这名男子被搜救团队成功救了出来 赶紧送往医院救治 灾区另一头也传出好消息 搜救团队在瓦砾堆中 巡获一名受困50多个小时的妇人 辛苦救灾过程当中终于传来好消息 旁人鼓掌叫好 尼泊尔大地震发生后第四天 眼看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超过黄金救援期限72个小时 救援行动变得更加艰难 不过还是有好消息传出 根据尼泊尔总理预估地震造成的 罹难人数恐怕达到1万人 受伤人数也不断增加 伤患不断涌入医院 病床已未难求 许多人只得先躺在地上等待医治 医疗人员和医疗物资都相当短缺 CNN首席医疗记者古普塔 也说采访过不少国际灾难 但是这次灾情惨烈是他前所未见 而采访之余他还充当医生 帮一位少女洞开脑手术 清除血款 目前大约有16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团队 涌入尼泊尔协助救灾 希望能够把握时间出现奇迹 挽救更多受困民众的生命 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